别处救灾在气暴发生之后 高雄市第一时间就投入全市的消防人员来抢救 不过由于灾情我们看到是非常的严重 救灾人力极度不足 所以高雄市已经请临近的台南市 屏东县和国军八军团等单位来协助支援救灾 好几台大型消防车 有的侧道有的整台翻过来 还有消防员被压在车下没有意识 第一波进场灭火的警消 却接连遭遇连环爆炸 作证的前证分局长张伯文 当时还在凯旋二升路口独倒警戒 手臂遭到灼伤 其他十多名警员受到爆炸波及 伤亡严重大多是骨折和烧伤 消防人员怎么救都无法把火交袭 只能降温因为丙息不断外泄 再加上第一批抢救折损打火兄弟 高雄市长陈菊向屏东台南请求支援 要求屏东县政府 也跟内政部成部长 然后再晚清晨一点都 也跟江院长通过电话 然后也寻求金方 我们的第八金团 他们协助 人数很多的话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牌 这样子我们沿着这样子一直扫过去 国防部灾害应变中心 在凌晨一点完成一级开设 第四作战区编程救援部队 包含陆战队四三炮纸部部训部三沟化冰群四支部等单位 出动一千四百名兵力 死伤持续攀升 就在部队凌晨两点三十八分抵达现场 出动救护车照明车多功能攻兵车提供协助使用 天色渐渐亮爆炸状况更显严重 十个临时安置中心已经收容一千多人 国防部也出动千金鼎和生命探测仪要持续搜救抢救伤者不放弃任何机会 优点TV综合报道